一个故事一部童话 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带来一部 美到随便结一幕都能当壁纸的短片 幽静美丽的山洞里 女孩静静地站在那儿望着水中的月亮 她似乎很想把月亮捞起来 她确实也这么做了 女孩把视落落的月亮抱在怀里 然后她四下打量了一下山洞 似乎想把月亮挂到更漂亮的地方去 女孩抱着月亮往山洞深处走去 各类美丽的花她都看不上眼 觉得配不上月亮 走着走着 一只望花筒般的虫儿在她面前炸开来 变成无数个闪着光的小星星为她指路 女孩跟随着星星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随后她来到了花鸟虫兽的世界 所有的动物都活灵活现 却没有一点工具力 这里简直是人间的天堂 美得不可方物 女孩抱着月亮不停地向前走着 终于来到了浩瀚的星河前 星河美妙地就像一幅画卷 可此时一轮星月已经升了上来 女孩怀着的月亮开始融化 融化下来的水分又成了一条小河 逐渐地把原本的世界都淹没 当月亮彻底融化在水里的时候 女孩似乎失去了求生的欲望 她一跃跳进了水底 水底的美景对于她来说毫无意义 突然她似乎想明白了些什么 努力地化身为一只飞蛾 用尽全力向着那轮星月飞去 可当她即将碰到月亮的时候 她的翅膀开始腐烂 最终化为一片光芒 消失在了星河里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小编想 飞蛾姑娘应该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不管是飞蛾见月还是飞蛾扑火 她的一生似乎都是在为这最后一刻的亲密准备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